这个协议是什么意思 说为计算机网络中进行数据交换而建立的规则 标准和约定的集合 然后这协议有UDP 有TCP 来看UDP UDP是面向无连接 数据不安全 速度快 不区分客户端和服务端 这个UDP我把它比作什么 比作发短信 那么我再给你发短信 你可以不开机 这个号码也可以不存在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么号码 我随便发一个 这也是可以发出去的 那么它怎么样 它面向无连接 不用担心对方在还是不在 数据不安全 那有可能这个数据发丢了 对不对 但它速度是比较快的 因为我不用管你在不在 所以速度比较快 然后不区分客户端和服务端 你可以给我发 我也可以给你去发 好 那么TCP TCP什么意思 它是面向连接 三次握手 这个三次握手 这什么意思 一会我去详细解释 先来看这个 数据安全 速度略低 分为客户端和服务端 那么这个三次握手 我们来说一下 它有点像这个手机打电话 首先 我给你拨号码 你是必须要载的 对不对 必须要载的 那你说 面向连接 你要是关机 或者是 你这个 没有这个号码 那我是不是就打不过去啊 所以必须要载的 然后呢 我就给你拨这个电话 拨这个电话的话 它是数据怎么样 数据安全的 但是它的速度是略低的 因为我必须得保证你在 我才能拨得过去 所以它的速度是略低的 然后它分为客户端和服务端 就说 一面是客户端 一面是服务器 然后咱们就说一下三次握手 三次握手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就说到客户端和服务器这个事了 是你去浏览 比如说浏览黑马成员论坛 那么你在去浏览论坛的时候 是先做了一次请求 那么服务器那边接收了之后呢 它是给你来一个响应 然后呢 你就可以跟这边去交换数据了 这是三次握手 明白吗 第一次是你请求 第二次是它响应 然后第三次就是传输数据 这叫三次握手 那么相对来说数据是安全的 那么假如说 我们这边服务器关掉了 服务器关掉的话 你上来请求没请求到 那是不是就访问不了了呀 所以呢 它是面向连接数据安全的 那么在这里面也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说的 你到旧位班要学的是http协议 它的底层用的就是这个tcp 它底层用的就是tcp 那么也是要遵循这个三次握手 这个三次握手啊 用我们这个东北话 说的更直接更普通一点 它就这么笔就可以了 第一次是你瞅啥 第二次什么 我愁你咋地 然后第三次呢 来咱俩唠唠 明白吗 说你瞅啥 我愁你咋地 然后来咱俩唠唠 这就三次握手 然后呢也可以用现在这个比较流行的说 约吗 然后呢 这边接接收说约 然后呢 俩人就 那什么去了是吧 或者是不约 那你就访问不到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这个三次握手 那么这个咱们这个就咱们就说了什么呀 网络编程的一个三要素的协议 好 这个支点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啊 对 대박